第221章 德勒斯特 弗拉梅尔之死 一群海盗竟然仕途和正规军硬碰硬 他们这是根本没意识到 自己能够在菲尔德群岛横行霸道 到底依靠的是什么 那些菲尔顿群岛的总督们 依靠他们来剥削岛上的民众 但这不是说非要他们不可 海盗随时都可以换人 这非常和敛 甚至不用海盗制度 也可以整个强盗 整个山贼 或者干脆从丹尼索亚那边 找来一个到本地办企业的大商人 结果也都是一样的 虽然也有个别总督 可能与铁九联军的高层有关系 因此他们才会把一批军备送过去 但海盗也就只是海盗 一群乌合之众而已 就算他们拿到了这批军备 安南也不认为他们就能打赢 因为和铁九联军有直接关系的总督 毕竟是少数 对其他的总督来说 这些海盗不过就是他们养的狗而已 如今这些狗想要翻身咬人 他们自然是震怒 而其他各岛的官方海盗 也或多或少意识到了不妙 但总的来说 这些海盗们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对海盗们来说 舒能高塔这个发明 意味着彻底破除了 他们对岛内资源的垄断 菲尔德群岛内 一个岛上的人也就那么多 以这次发起叛乱的两个岛为例 它们分别是菲尔德群岛中 面积最小与最大的岛屿 宝钻岛仅有不到6000平方公里 岛上人口仅十几万人 而永泉岛是菲尔德群岛面积最大的岛屿 也仅有一万两千平方公里 海盗们之所以挑中这两个岛屿 是因为它们有着极高的价值 其中 宝钻岛是联合王国最为重要的宝石出产地 这些宝石除了可以作为装饰 作为奢侈品 也可以用来制成咒物 每年依靠贩卖这些高质量宝石 丹尼索亚正道的银币 甚至比全国的粮食出口都要多 毫无疑问 这些海盗们当然不配去碰这个业务 属于赶身手 直接给你狗爪打断的程度 而永泉岛则是菲尔德群岛中 最为繁荣一个岛屿 它们主要开辟的是各种旅游和疗养业务 因为这个岛有大量的天然温泉 这些温泉被各种各样的仪式加持过 有各种不同的特殊疗效 而且白玉之塔也在永泉岛上 很多白羊女都会在各种温泉疗养设施工作 无论是拥兵 巫师 学者 贵族 只要是积累了一身病 就可以来到永泉岛进行调养 也正因如此 很多奢侈品 娱乐业 餐饮业 也都在充全到扎堆 开店 这些大人物们 这些海盗 当然也不敢去碰 不敢得罪 鬼知道对方有没有带什么保镖 或者他们自己是不是什么超凡者 这里可是出了名的海盗之国 没点本事 或者不请点人来 保护自己 多半也不敢来 所以这些吃软趴硬的海盗们 也对这些旅客非常客气 他们收保护费的目标 仅限于在岛上开店的店主 反正只要这些高质量的旅客 还在 就永远会有来开店的 哪怕跑了一家 也会有下一家 不要紧的 而他们的赌场行业 当然也会开在这里 这两个岛 一个出口 一个旅游 都是负得流油的岛 无论是对丹尼索亚 还是对海盗来说 都是如此 正因如此 丹尼索亚肯定不会派遣正规军登陆作战 他们就有很大的战略空间 而海盗们也承诺 不会干预其他行业 并不会夺取权力 只是希望丹尼索亚 不要在这里建立输能高塔 这样的话 只要将保护费的价格抬高一倍 就能把剩下的钱都捞回来 这样的话 他们就可以收编其他的海盗们 听起来是四母四养的 安难评价道 但还是个笑话 关键不在于 他们到底打算索要多少利益 在他们打算把自己当个人一样 坐上谈判桌 和他们的主子谈判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必死无疑了 因为他们的主子 根本就不可能和狗谈判 光是坐在同一张桌子前 就会让他们觉得恶心 为了不让其他人觉得 什么人都能和他们来谈一谈 就一定会重拳出击 最重要的是表明态度 而那些海盗们 也或多或少 嗅到了危险的气息 亚瑟继续说道 但显然 他们也对数能高塔的存在 非常不高兴 所以各地方的海盗 虽然没有直接在明面上响应 支持铁九联军 却也在暗地里 有些小动作 不那么讲究的 让自己信赖的手下 以个人的名义 加入铁九联军 稍微谨慎点的 就演绎出戏 在公众场合 将一批手下驱逐出 自己的海贼帮派 再让他们投靠过去 总的来说 他们基本都是在 主动放任手下离开的 最次 也是对此视而不见 没有任何 一个帮派在阻止这个行为 而且 他们还做了一件大事 就在一周前 海盗们刺杀了德勒斯特 弗拉梅尔 德勒斯特 弗拉梅尔死了 安南顿时惊了 确定不是假死吗 确定 亚瑟点了点头 看在他跨时代发明的份上 前天我们刚刚为他举行了国葬 但好在他的所有研究笔记 都落到了 丹尼索亚王室的手中 这项技术并没有因此而流失 安南听着听着 顿时感觉亚瑟这话里有话 奥菲斯忍不住问道 你怀疑 这事是王室做的 因为这确实有可能 亚瑟看向奥菲斯 表情变得严肃起来 我们所有人都不了解 书能高塔技术 弗拉梅尔伯爵就死了 别说这份技术 不可能流失到国外了 他 甚至已经被丹尼索亚家族垄断了 这毫无疑问 将导致王室权力的扩张与膨胀 而根除海盗 也是王室谋划已久的计划 这些海盗们 大大限制了丹尼索亚 王室对菲尔德群岛的控制力 但如今 这些将彻底不再是问题 亚瑟总结道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等顾问会扯皮完毕 丹尼索亚海盗治国的传统 就会直接终结 既然这些海盗们打算 反咬一口 顾问们就会直接将 所有海盗彻底铲除 哪怕王室的权力 会因此而膨胀 但至少比被狗腿子们造反 更加容易接受 起码有朝一日 他们还是有机会 再把失去的权力夺回来的 等八月初 军队就会正式出发 到时候 丹尼索亚就会全面进行军事封锁的 如果安南陛下 你们最近两个月 还需要出国办事 最好在三天内 就离开丹尼索亚 亚瑟说到这里 补充道 我是说 再不计算那种传送能力的情况下 但他却看到 安南的表情 变得微妙了起来 八月的话 他是不是不声不响的 把奈菲尔塔利估了 虽然 奈菲尔塔利跟安南说 让他暂时不要去包直墨房 那里已经做好了 完全的防光措施 一看就是给安南设下的陷阱 说陷阱倒也不恰当 准确的说法是 专用的防壁 那不止 显然是为了防止 安南直接对 包直墨房发射地图炮 但安南为什么要这样做 不过 就算知道不对劲 他还是得去一趟地下 虽然很危险 但安南却是意识到 孟宁之卵 的确是个好东西 只要再恰一份 安南就能直接进入真理界 开始升华仪式了 而安南记得清清楚楚 辉教授手里 就还有一本 梦名之卵 辉教授到底要做什么事 他在计划着什么 不如让安南直接去实地考察一番 假如辉教授真的要做什么坏事 与蠕虫油染 或者打算对安南的老朋友 奈菲尔塔利兄妹不利的话 安南可就要召集正义的玩家们 试一下他新掌握的 光辉军团系列能力了 第222章 圣人与圣海谷 还有不到一招 丹尼索亚官方 就要对海盗联军开战了 这次与之前 所有对海盗采取的军事行动 都不一样 顾问会已经彻底毛了 因此 丹尼索亚的海盗们 将迎来真正的剿灭战 海盗之国的名号 将于下个月终结 看起来 似乎只是官方 终于重视起来了剿匪事业 但这里要知道一件事 丹尼索亚的海盗 占全国人口的数量是多少呢 是5% 这意味着 在联合王国中 每20个人里面 就有一个是现役海盗 海盗的数量 甚至是正规军 数量的10倍以上 但这不是说 他们就能战胜正规军 姑且不提正规军的火力 和军事理论 比他们要优势多少 之前乌尸塔们 对这些海盗视而不见 也是因为岛上的总督 与他们沆瀣一气 而如今 丹尼索亚下定决心 要跟除海盗 第一个响应的 就会是海盗本地的乌尸塔 肯定有少数与海盗 有密切的利益关联的乌尸 可能会通风报信 但总的来说 海盗们想要留在驻地 躲藏在城镇中 来躲避军舰的想法 是必然不会成功的 乌尸塔直接全员出动 光是白银街的超凡者 就至少有二位数 哪怕白玉塔的白羊女们 缺少直接战斗力 但无论在哪个世界上 也从来就没有优质 奶妈镜本排不到人的道理 虽然他们自己柔弱的 像是一盘棉花糖 但想和白玉塔 出好关系的权贵和超凡者 简直不要太多 在这些超凡者的打击下 大多数成员 都是普通人的海盗 不可能有任何还手之力 尤其是 这还是将是 整个丹尼索亚范围内的 大型行动 这意味着 巫师们甚至可以互相协作 不同学派的巫师们 一旦合作 他们能发挥出来的战斗力 也不会比玩家们逊色多少 这些具有差异性的职业 在一起战斗的时候 自然而然就能发挥出 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而那些海盗 假如他们并不出身于 根歪苗黑的海盗家族 就说明 他们一定有尚且处于 光明世界中的亲朋好友 一旦官方这次联合巫师塔 进行的剿灭行动正式开始 海盗后知后觉地意识到 这次的力度到底有多大 混乱就将从永泉岛与宝钻岛 逐渐扩散到全国 被直接打散的幸存者 那些都是亡命之徒 或者还有卷钱提前逃跑的人 无论是他们打算袭击 或是威胁普通人 让他们藏起来躲避追捕 再或是投奔亲朋好友 或者用钱财买通什么人 这批海盗都必定会给丹尼索亚 带来混乱 虽然丹尼索亚的顾问们 所想的很简单 这批军队和巫师塔压过去 这些海盗必定四散逃亡 到这里为止的确没问题 但他们并没有考虑过 海盗四散逃亡之后的问题 在安南看来 可能这场内战 不到三天就能结束 可它后续带来的混乱影响 却能持续很久很久 至少在几年之内都不会消散 海盗之国的名号虽然会消失 但海盗这个职业却不会就此消失 只要丹尼索亚 不能让那些民众的生活改善 提高他们的道德水平 这种人就始终会存在 哪怕不让他们成为海盗 他们也会成为强盗 成为山贼 只是职业的名字换了一下 行为换了一下 活动范围换了一下 但本质没有任何不同 在得到了亚瑟这边的情报后 准确地说 是在失踪的安南重新回来的第二天 他就从丹尼索亚国王那边 接到了正式的通报 大意是 因为丹尼索亚即将开始内战 劝安南最好先离开这里 日后他会赔罪 再好好招待安南 或者说 丹尼索亚官方一直拖到现在 还没有正式开战 其实等的就是安南 假如他们开始内战 然后安南大公真的 就在这个时候出事了 任谁也不会认为 他们真是要铲除海盗 而不是趁机刺杀领东大公 虽然他们真的没有这么想 但别人怎么想 他们也管不着 所以丹尼索亚顾问会不敢赌 安南作为领东大公 必须在战争正式开始前 离开丹尼索亚 而且要在护送中离开 要在众物睽睽之下 安全抵达国外 之后 就算是安南受伤 甚至遇难 也和丹尼索亚没有关系了 安南稍微又休息了一下 等到8月2日 他得到了奥菲斯的情报后 才会离开丹尼索亚 在那之前 安南向卡戎这位职业之组 请教了一下黄金街的等级协同 以及圣海谷机制的问题 安南不确定 自己那个胜利骑士的白银街职业 还能够进阶到黄金 他之前还不确定 但现在他终于意识到 自己在进阶到黄金之后 根本无法获得经验值了 他完成升华仪式 到底需不需要将胜利骑士 这个职业拉满 如果需要的话 他起码还需要两本梦宁之轮 而卡戎的话 让安南放宽了心 正常来说 哪怕在黄金街之前有兼职 但超凡者在正常情况下 只能拥有一个黄金街职业 自身相性最高的职业 他们在获得黄金街职业的时候 灵魂就已经被改造了 如同陈林僧在成为陈林僧之前 不可能那么阴沉 灰光君主在成为灰光君主之前 也没有那么明亮 他的本质是所有职业的统合 如同安南的巫师职业是双语者 但他的黄金街职业 却不只是师能学派的能力 而是有着胜利骑士的一部分能力 如果安南拥有多个职业 比如说三个或者四个职业 在进阶的时候 也只会以其中一个职业为基板 剩下的职业则会作为他的养料和补安 如同陈林僧的职业需求中 强调不能持有任何带有 狂暴 鼓动 呐喊 破坏自断的能力 巫师可不容易获得这些自断的能力 而灰光君主也要求持有光辉 胜利 荣耀要素的适应性 不能持有灵魂 阴影 黑暗 鲜血 复仇 毒物 阴谋这些要素的适应性 还要求必须持有一世级的神术能力 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 都和师能巫师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也就是说 灰光君主这个职业 实际上是两个职业的统合 所以那些年纪很大 多才多艺的黄金阶超凡者 才不会获得一大堆的黄金阶职业 但是 当其中一个职业进阶到黄金阶之后 其他的职业并不会就此消失 安南现在就已经无法使用 心念如雨之类的法术能力了 因为他的巫师职业已经消失了 虽然获得的领域能力 也让他能够直接模拟出比这更强的力量 但那个法术毕竟是消失了 而圣力 骑士的辉黄剑 安南却依然能够使用 但喀戎也说了 这是在正常情况下 因为这些职业没有消失 只是因为灵魂已经被改造过了一次 无法再接纳第二个职业 那么 如果获得了圣海骨呢 圣海骨就可以作为力量的承载者 将对应的白银阶职业进阶到黄金阶 这也是圣人们的力量之源 通常来说 他们会直接得到代代相传的圣人之力 那并非是随等级提升属性的职业 到更接近于天赋数 但如果他们的职业恰好能够协同 也可以将白银阶的职业进行着升 从继承圣人之力 转移到继承对应职业 这也是那些契合度最高的圣人们会选择的道路 他们会将自己原本的职业 更换为圣人母版的新职业 这个圣人母版的职业 只有位格是黄金阶 并没有普通的黄金阶职业那么多花哨的能力 也没有关乎要素的领域能力 但也不需要再升级 而是天生满级 如果安南强迫症的话 倒也可以用这个技法 将自己的全职业提升到黄金 毕竟喀戎自己就拥有白银阶的全职业 不然的话 他也无法教导其他人 安南即将获得的圣海谷中 无论是正义之心还是希望之手 显然都能与胜利骑士结合在一起 启明爱好者喀戎大师 不仅提供了相当程度的情报 还给出了启明建议 他建议将前者的职业名改为正义仲裁者 将后者的进阶职业叫做希望皇 但安南也不知道 到底他的胜利骑士会进阶成哪个职业 但不管是哪个职业 不出意外的话 到时候安南的系统面板 都会采用他起的这个名字 相比较灰光君主 这显然都是偏向于单挑的职业 至于圣海谷的兼容性这个问题 卡荣也给了明确的回复 只要你觉得你能同时满足多个圣海谷的要求 就算你全身换上圣海谷 都没有任何问题 事实上 历史上也的确拥有同时掌握多个圣海谷的人 当然 他们中没有山中的 和升华者的欲求之道不同 圣海谷本就要求一个人拥有极端的爱 极端的正面特质 圣人可以极端 但必须是好人 无畏 耐心 诚实 毅力 希望 正义 而只要是人 就早晚会有所改变 他们可能变得更加极端了 也可能变得没有那么极端了 假如失去了极端性 同时又存在了更好的试格者 就可能会被圣海谷抛弃 就算一个人能够在短时间内 符合多种圣海谷的要求 但也不能保证他以后也同样会这样 如果打定主意 往某个方向前进 还好说 只要 及时更换自己的器官 至少不会突然死去 但如果硬是要同时满足两个圣海谷 就像是深陷修罗场的花心男一样 更多的情况是鸡飞蛋打 因为 同时贪心两边 结果被两边都踹了 最终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不过嘛 我觉得 你大概能做得到 卡戎对安南如此评价道 我的确没有见到过 比你更加 优秀的人 这大概就是你被选为天车的缘故 除了正义和希望 我甚至觉得 你还能适应其他类型的圣海谷 但还是见好就收 比较稳妥 您的意思是 我接受 这两个圣海谷没有危险 至少就目前来说 没有 卡戎肯定的达到 毕竟你很快就要升华了 等你的灵质积累完毕 你就要进入光界了 如果圣海谷被带到光界 就会与你的力量 彻底融为一体 毕竟在进入光界之后 物质化的一切 都会被光界之泉溶解 属于你的力量 成为你的心和你的手 听到这个说法 安南一瞬间 还动了些歪心思 既然如此 那么他是不是能多收集一些圣海谷 然后再飞升 吞掉这些力量 但那也只是一个瞬间的诱惑 如果是刚刚来到这个世界的安南 想必他会毫不犹豫地这样做 飞升这种只有一次的事 肯定是要集其所有能搜集的材料 成就自己的绝对完美啊 但现在 安南却想都没有这样想 因为每具圣海谷 都是代代相传的 力量与意志 比起其中的力量 这份纯粹而极端的意志 反而更加重要 圣者们行走于地上 被人们所尊敬 他们不像是黄金街的超凡者和教宗 拥有各自超然的地位和权柄 而是在各个地方 靠着他们侵蚀度不会增长的特性 进化着最为困难的噩梦 或是深入挥舞深处 搜集遗师的材料与技术 安南如今被两个圣海谷认可 这两个圣海谷 算是属于他的力量 但如果他在贪心不足 去吞噬那些不属于他的力量 他这种举动 和他的静子们 和英格利德 也没有什么区别了 如同安南所说的那句话 他其实并不知道 自己未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但经过了静子们的磨难 如今的安南 清楚无比 自己绝对不想成为这样的人 这就是静子的存在意义 而在安南离开丹尼索亚之前 奥菲斯给安南带来情报之前 安南这边又得到了一个新消息 一个他没有料到的消息 但的确是个好消息 那是来自萨尔瓦托雷的情报 他曾经的导师 静中人的教宗本杰明 终于将他的恋人 或者说女朋友 从那个无限循环的噩梦中救了出来 第223章 本杰明与伊弗林 安南还记得那个噩梦 那个名为道颖的 属于本杰明女友的伊弗林 米勒的噩梦 他也还记得 当年让本杰明 想要成为超凡者 成为黑塔巫师的契机 就是伊弗林 伊弗林在小时候 曾有着一头飘逸的长发 娇好精致的容貌 极为柔软的躯体 他可以称得上 是一位天生的舞者 注定要成为雅翁的宠儿 早在那个时候 他就与本杰明相爱了 而在那之后的一天 因为一场意外的火灾 伊弗林突然毁容了 他的脸上满是烧伤的疤痕 白皙而柔滑的皮肤 变成带有萎缩性斑痕的粉色 他甚至失去了所有的头发 作为一个爱美的女孩子 一个以舞蹈为日后 唯一的人生规划的天才舞者 这突入起来的绝望 几乎毁了他的整个人生 如果不是本杰明 还陪在他身边的话 恐怕伊弗林早就自杀了 而与此同时 也正是因为本杰明那种无视容貌 发自内心的真爱 才让伊弗林不忍离去 当时的他 痴迷般地看完了 月下舞者苍白公主的起舞 那时普通人 只是瞄上一眼 就会大病一场地不祥领悟 但也正是因为伊弗林心中的爱 让他被苍白公主看中 获得了成为伴王之女的特权 然而 伊弗林并不知道凡人 成为伴王之女的代价 这个转职仪式的本质 是使用美好的生命与爱情 作为祭品 将其献给苍白公主 换取对应的神秘知识和力量 而对伊弗林来说 本杰明就是他生命的全部 他的整个生命 也正是为本杰明而活的 他立刻得到了 最高规格的超凡之力馈赠 而直到这个时候 伊弗林才意识到一件事 那就是 假如自己继续这个仪式 将自己的生命献给苍白公主 转职成亡灵形态的伴王之女 他就会永远舍弃对本杰明的爱 伊弗林认为 这毫无疑问是对本杰明的背叛 在自己毁容 失去前途的时候 就连自己的家人 也对自己不再亲近 甚至开始畏惧厌恶的时候 只有本杰明没有抛弃他 那么他也无论如何 不能抛弃本杰明 可如果他直接拒绝一事 看过了苍白公主灵武的他 就会死去 前进一步 失去爱情 在心灵上永远离开本杰明 退后一步 失去生命 在肉体上永远离开本杰明 这是两难之血 而伊弗林以他卓绝的才能和智慧 在这二选一的难题中 伊弗林硬是撞出来了第三条路 他什么都不想选 他从未来杀死了自己 并在将死未死的弥留之际 靠着自己 即将成为伴王之女的亡灵克星 坚持到将自己的噩梦编织完毕 并在最后 他利用自己编织的时间备论 将自己的灵魂封印 到了自己的噩梦中 不断重演这个未来的我 杀死了自己的故事 因为时间不断流逝 未来终将成为现在 而在更远的未来 还会出现更新的伊弗林 如此一来 只要这个噩梦没有被净化 他就不会彻底死去 就像是当年画廊噩梦中的 射罪师一样 与之相对的 就是每次在有人净化 这个噩梦的时候 他都会死一次 并感受到灵魂被净化 被撕裂的痛苦 伊弗林相信 未来的本杰明 一定会回来救他的 因为他设置的这个谜题 必须是拥有时间能力的人 才能够彻底净化这个噩梦 净化这个噩梦的办法 就是理清这个 无限重叠的时间循环 找到最开始的那根线头 因此这个噩梦几乎无法被完全解密 就连安南也不知道 伊弗林是怎么做到的 也因为他被困死在了时间悖论中 能力完全不涉及 时间的苍白公主 都无法对他造成任何影响 他的灵魂和心得到的能力 都不会被苍白公主收走 只有获得了与时间有关的仪式能力 神术或是要素 才能找到被重重悖论 藏匿于时间线底部的那个少女 将他再度救出来 而根据萨尔瓦托雷那边给出的消息 安南逐渐复原了整个事件 未来的你会找到我的 当年在苍白公主的教堂中 身体已经透明到如同幽灵般的伊弗林 如此对本杰明说道 但当时还不是超凡者的本杰明 根本无法理解伊弗林这句话的意思 随后他便化为光点四散飘落 甚至没有留下尸骸 这是他即将被转化为伴王之女的征兆 也是本杰明相信 他没有真正死去的证据 但是本杰明在原地等了三天三夜 他饿到头晕眼花 快要走不动落 却依然没有看到伊弗林回来 他只能认为 伊弗林的仪式失败了 苍白公主并不愿意接纳他的灵魂 或者他的灵魂已经掌居苍白之潮 不再回到人间 于是本杰明伤心欲绝 离开了这里 在那之后 本杰明每年都会点燃绿火之灯回来这里 看看能不能等到伊弗林 他钻研绿火的记忆 将其传到千家万户 也正是因为 在那阴森的教堂中 两人点燃的绿火 正是本杰明心中两人最后的回忆 青年时期的本杰明 可以说是一表人才 不到30岁 他就抵达了白银街 他有着好几项变明发明 在群众间有着相当程度的声望 塔主余果都将他视为塔质子的候选者 而且面容英俊 家世也不错 如果按照正常的发展 他大概早就结婚生子了 可或许因为机缘巧合 或者说 是因为两人之间缘分未尽 本杰明某年祭拜伊弗林的时候 意外被拉入到了伊弗林的噩梦之中 当他醒来的时候 已是泪流满面 他清晰地意识到 伊弗林还在等待着他的救援 他也终于回忆起了那句话 凭借着自己多年来积攒的超凡知识 猜到了其中的含义 他的仪式没有失败 伊弗林就如那祷告声中所唱的 一般成为了追求无缘之爱 求尽与生命的屈窍之中 追随美与自由的徘徊舞者 成为伴王之女 必须舍弃自己的爱人 伴王之女只被允许爱上苍白公主 或者说 苍白公主所有的信徒 使徒 追随者 都是他的爱人 他们为了成为苍白公主的爱人 所付出的代价 苍白公主将以三倍偿还 这份爱之价值的沉重 足以让人一步登天 但伊弗林拒绝了这个诱惑 他并没有抛弃自己 他正是为了守住那份爱 才在这将死为死的永结之地 如幽灵般徘徊 本杰明为了将伊弗林救出来 就联系上了当年 还是置十只眼的米开朗基罗 他是这个世界 对时间之道钻研最深的巫师 也是唯一已知的 以时间为要素的黄金街超凡者 听完了本杰明的故事 米开朗基罗突然有了一个想法 既然伊弗林能够通过时间悖论 不断将未来的自己叠加到这个时代 以此达成拒绝死亡的效果 那么他是否可以通过操控时间悖论 达成死去一次 复活两次 以此达成双重之声的效果 第224章再会 永远不晚 是的 伊弗林在情急之下 编制出的这个噩梦 他正是置十只眼 日后在领风白塔执行的 那个升华仪式的思路雏形 同时掌握了先知 素星 偶像等多学派法术的米开朗基罗 有着敏锐的 超乎直觉的判断力 基于他掌握的时间要素 这与其说是判断 不如说是预言 他认为 本杰明的确有着超凡脱俗的天赋 有着旺盛的 绝不止息的欲望 也有着一颗对他人的真挚之心 他有着 能够在50岁前 进阶到黄金的资质 而米开朗基罗也同样认为 这个思路的仪式 具有相当 程度的可执行性 在近百年 没有诞生新的真理残章的时代 他必须另行寻找进阶之法 海骨公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而腐夫则是一个失败的反例 米开朗基罗自认 虽然不知道 与海骨公的才能相比如何 但自己绝对比腐夫更强 既然腐夫都能成功七分之一 那么他成功一半不过分吧 于是 米开朗基罗和本杰明 这两位杰出的巫师 签订了契约 米开朗基罗 将开始专心优化这个 升华仪式 而本杰明将对此保密 并在日后 配合他执行这个仪式 以此帮助米开朗基罗完成升华 而假如米开朗基罗 能够成为神明 就会选定他成为教宗 他将授予本杰明 足够的时间之力 将伊弗林 从那个无限循环的 噩梦中拯救出来 这个看上去 像是我是秦始皇 我还没死 给我打钱之类的 听起来就很空投支票的言语 却让本杰明 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他们共同 完善了这个仪式的具体内容 而为了帮助 米开朗基罗完成这个目标 本杰明 必须压制自己的力量 米开朗基罗 则不能将塔之主让位 甚至不能 让自己拥有塔之子 因此 本杰明 必须不断积攒自己的实力 却不能进阶到黄金街 因为到时候 米开朗基罗 会招来很多 白银街的巫师 作为这个仪式的 见证者与祭品 为了让本杰明 这个演员 能够合情合理地 匹配到这场仪式中 本杰明 必须保持自己的 白银之魂 换言之 就是高分演员 压断位 顺便一提 之前在领东公国的火山底下 找人来给天车画 肖像画的 那位拉法埃洛 桑提 也正是掷石之眼 在那个时期的学生 他的父母 分别是石父 和纸基的信徒 父亲 是联合王国知名的建筑家 母亲 则是诺亚的画师 他原本来到双子塔 就是为了向 米开朗基罗 学习雕塑 他其实有着成为 塔之子的资质 或者说 领封白塔 原本选中的塔之子 就是他 拉法埃洛 桑提这个名字 另外一个写法 是拉斐尔 桑西 他在另外一个地球的历史中 的确跟随米开朗基罗 学习过一段时间的技法 而大概也正是因为 这份微妙的缘分 米开朗基罗 对他产生了些许迟 按照最保险的举措 米开朗基罗 应该直接杀死他 以此确保塔之子不会诞生 不会影响自己的计划 但他的计划 原本就要杀死四个无辜师 他实在不忍心 再杀死其他的青年才俊 更不用说 拉法埃洛 桑提 是他自己的学生 人总是要分亲疏远近的 米开朗基罗 并不避讳这点 他自己的好学生 的确是比陌生人的命来的贵 于是 他冒着计划暴露的风险 将自己的计划 透露了一部分 给拉法埃洛 桑提 让他自己毕业 离开领风白塔 为此 他给了拉法埃洛 相当可观的补偿 拉法埃洛 桑提 也并不贪图塔之主的传承 他在三十多岁的年纪 让他认识了那位费利克斯伯爵 这也是之后 他们开始在火山底下 试图挖掘古代遗迹 掌握先知法术的米开朗基罗 也没有阻止他们的原因 米开朗基罗 最终还是成功了 他的升华仪式 远比俯夫成功 甚至比海谷公都更加成功 他顺利成为了敬中人 而本杰明 也的确成为了他的教宗 而在本杰明 再度找到伊弗林的时候 才终于理解了他的苦心 伊弗林当年 之所以要设置这个悖论 不是因为 他只能这么做 而是为了保证 自己的灵魂 不会在漫长的时光中变质 他能确定 能相信的 是本杰明的确爱着 曾经的那个自己 既然自己的容貌 已经被毁 他所爱着的 就只能是自己的心灵 如此一来 他就更要保护好自己 心灵的完整 纯洁 干净 但如果 他在噩梦中死去了太多次 或者以清晰的神志 被困了太久 那样扭曲而挥败的他 又该如何得到本杰明的爱 所以 伊弗林之所以在临死前 制造出了这个 不断折磨自己的噩梦 就是为了让本杰明 最终救出来的 那个伊弗林 一定是刚刚死去时 本杰明印象中的 那个纯真的 伊弗林 他的内心深处 始终是自卑的 退一步讲 如果他再被救出来后 因为心中 难以演绎的痛苦与恐惧 而抱着本杰明放声大哭 也会让本杰明的心情 一同变得难受 他不希望那样的未来 如果本杰明 能够将自己救出来 那么在那个时刻 两个人一定是要笑着的 抱着这最后的念头 伊弗林等待着自己能够 再度展露笑颜的那一天 显然 他成功了 本杰明带着不同的影响 作为钥匙 搜寻了他所能遇到的 每一个噩梦 并最终找到了伊弗林 他直接祈祷尽忠人的力量 借助神术和要素之力 切断了这无限轮回的 悖伦噩梦 将匍匐在断头台上 瑟瑟发抖的 时光停留在 四十多年前的伊弗林 一把拉了起来 如同伊弗林所期待的一般 两人眼中闪烁着的 完全没有头发的伊弗林 强忍着激动 平静地说道 虽然有些晚 但我还是找到你了 伊弗林 我知道的 我一直相信 你一定会来 伊弗林触摸着本杰明 已经变得苍老 满是皱纹的面乳 深情的轻声说道 永远不晚 第225章 传活者 萨尔瓦托雷 真好啊 安南也为这个故事 而轻声感叹 一个跨越无数的噩梦 一个等待数十年时光 就靠着这份至死不渝的爱 靠着 两人之间的信任 这大概就是真正的上升之爱吧 安南对萨尔瓦托雷 带来的这个故事 如此评价道 以爱之名上升 当年的本杰明和伊弗林 都还是两个凡人 而如今 伊弗林上升到了白银街 本杰明则直接进阶 到了黄金 正是因为 他们对彼此的爱 才让他们得以上升 他们为了爱 努力让自己变强 消弭自己的缺点 永不言败 永不放弃 这才是积极 健康 能够引人向上的爱 如果伊弗林 能够进入黄金街的话 想必他一定会觉醒 关于爱的要素 不仅如此 萨尔瓦托雷补充道 苍白公主 似乎并不对 伊弗林的冒犯之举而动目 最开始 本杰明都做好了 请求苍白公主宽恕的准备 他身为静中人的教宗 苍白公主 也多少会给他的面子 而本杰明事先 就已经准备好了 一份丰厚的祭品 足以平息 苍白公主的怒火 安南微微点了点头 不愧是成熟可靠的成年 忠 忠老年人 做事还是很妥当 很体面的 在那 之后呢 安南对着镜子中的 萨尔瓦托雷询问道 萨尔瓦托雷很快答道 但是 苍白公主并不为他的 冒犯之举而生气 他甚至将伊弗林 提升为自己的书籍主教 你也知道 安南 这个位置 基本上就是候选教宗 不直接提升到教宗 大概是因为 这一代的教宗还活着 还没有离任 换言之 就连身为被独爱者的苍白公主 也认可这份 至死不渝的爱情 他甚至赋予了 伊弗林武者之躯 让他在月下 返回了被烧伤之前的 完美姿态 虽然以本杰明如今的实力 想要开发出 达成这个效果的药剂 也并不困难 但既然有神明愿意出手 花力气 对其进行彻底的修复 本杰明自然是对苍白 公主致以敬意 你们两个之间的爱意 甘甜如蜜 他说 这份爱意 让我迷醉 我予以你们平等的祝福 你们全都是 属于我的爱人 作为回报 苍白公主 将本杰明 也恢复到了 最为英俊的青年状态 他并不具有时间的力量 如果以时间之力 将其塑形 恐怕会这段时间内 持有的力量 也会 一并流失 这是你与止姬所拥有的 美之要素 他同时还拥有着 优雅之力 和不休之力 这份力量 正是伴王之女 能够涌住青春的奥秘 他平等地赐予两人恩赐 将两人都视为他的宠 接着这份 重返青春的恩赐 他们之间的爱意 也会同时流向苍白公主 作为供给神的祭品 对苍白公主来说 他就等于是 同时享受到了两份爱意 只要这份爱意没有断绝 苍白公主 就会让他们青春涌住 容颜不老 那还是挺浪漫的故事 安南叹了口气 真好啊 是啊 真好 萨尔瓦托雷点了点头 也是有些唏嘘 虽然萨尔瓦托雷 已经成为了玩家 和安南 能够通过好友频道交流情报了 但他还是习惯视频通话 不仅是因为 他想要看看安南 更因为这是一种最新的潮流 现在使用这种方式沟通 在巫师中 是一种很时髦的行为 巫师们从很久之前 就适应了文字交流 通过仪式 他们即使不知道对方的地址 也可以轻而易举地 使用书信远距离交流 这就直接到了 电子邮箱的时代 而萨尔瓦托雷 借助近中人的领域 开发出的这个新仪式 在这几个月中 已经逐渐成为了 巫师和仪式式中的流行 只要使用一个落地镜 以及不算昂贵的材料 就能与大姐姐之外的朋友 面对面的交流 除了不能拥抱 不能亲吻 不能交换物品之外 就与见面聊天 也没有什么差别 这不就像是在镜子里面 开了个传送门 然后双方 站在传送门两头交流吗 虽然不能交换物品 但文件资料 实验报告之类的东西 也还是能够隔着镜子 给对方看一眼的 这极大的增进了 巫师之间的交流 如今就算是出身 不同的巫师塔 来自不同国家的巫师 只要能见过一面 就能直接和对面视频通话了 而根据萨尔瓦托雷 对这个仪式的改进 就算没有亲眼见过对方 只要在镜面中看到 也可以算作见过 这就让巫师之间 形成了一种新式社区 这样巫师们 就可以将本地的 与自己相熟 或者实力较强的巫师 拉到自己家中 通过自己家中的落地镜 把他介绍给自己 在外地 甚至外国的朋友 与合作伙伴 让他们添加好友 能被这样介绍的巫师 肯定是青铜街起步 是正经的超凡者了 青铜街的巫师 就已经能够使用这个仪式了 他们学会了之后 也会继续使用这个仪式 自己的关系 往继续扩散出去 很快 巫师之间就根据性格 立场 出身 关系网 研究领域等方向 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 静中结社 因为萨尔瓦托雷 发明的这个仪式 虽然非常实用 但它还是有一些缺点的 主要就是 它没法让超过三个用户端 同时交流 毕竟你这是以镜面领域 为核心设计的仪式 所以只能容纳 对应的两人 也很合理 但是巫师和仪式师们 很快找到了 另外一种破解的思路 既然这个镜面 只能一对一生肖 不能多人聊天 那我们可以把镜面 做得大一点 多一点吗 然后再把人多拉来一些 全部都在这个镜子面前交流 于是 巫师们就将镜面 直接扩大到了一面墙 在这种情况下 巫师们 甚至可以在长桌前 做成个胡跃形 面对着镜面 而镜子对面 也是这样的一个长桌 镜子两边的人拼在一起 甚至能正好拼成一个椭圆 这样 双方就可以直接跨国 进行学术交流了 这可以让在两个不同 国家的巫师们 便捷地进行交流 而不必通过地铁 有信使去缓慢地运送 可能丢失和泄密的信件 但如果超过三个国家呢 他们无法让其他人 线下赶过来 形成一对一的对话 这个时候 他们就可以找个 可靠可信的人工中枢 制造出一个镜子密室 让个足够可靠的朋友 负责与各方联系好 再准备数量足够多的镜子 并在所有的镜子上 贴好标签 当来自不同国家的 超过三方的巫师 需要进行联络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取出 对应的镜子 将他们置于一个被结界 封进了声音的密室中 通过调整面对的方向 让他们的镜子中 正好能够映出其他人 别说是安南 就连萨尔瓦托雷自己 都没有想到 他发明的这个仪式 居然能直接推进 一个新职业的诞生 就像是街机厅 游戏厅 网吧一样 再度渐渐变的团结了起来 为了追求更高的研究效率 为了互通有无 以更便宜的价格 购入当地特产 亦或只是为了寻找朋友 为了追赶潮流 但总之 随着这个仪式 逐渐在巫师群体中 扩散 巫师们之间的学派 知分也开始变得模糊了起来 被地理隔绝的知识 开始互相浸透 一些只存在于书本之中 和口口相传的地图泡物解 也被亲眼所见所化解 通过交换法术 来平等地获得新法术的方式 因为能够丰富乌尸塔的法术库存 也并不会触发乌尸塔的 向外人传授法术的警告 并且一些属于个人的配方 优化版的 法术 它们原本就属于个人 而不属于乌尸塔 这些部分 都是被允许交易和传授的 于是 整个世界散落一地的高塔乌尸们 在萨尔瓦托雷发明的 仪式帮助之下 逐渐开始恢复了 彼此之间的联系 最开始 先是那些原本就有朋友在外国 难以重逢的乌尸 再然后是那些希望扩展交际圈的 社交力很强的线冲 乌尸 之后 那些专注于研究 研究力很强的死宅乌尸 也被朋友和合作伙伴们 拽着进了静听 宛如孤岛般的乌尸 逐渐听到了越来越多的声音 这些破碎的 聪慧的头脑 也逐渐被一个个链接起来 响彻在所有人头脑中的声音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大 正是因为被地缘 被这大结界分隔了许久 当巫师们互相交流的 途径重新被打通的时候 每个人都是欢呼雀跃的 就像是二十世纪末 人们刚刚开始用上互联网 结束比喻时代一样 对所有人来说 那都是新奇 美好快乐的体验 而萨尔瓦托雷 发明的这个仪式 比早期互联网 又使用了不知道多少 一个个干渴已久的灵魂 疯狂地汲取着知识 就连萨尔瓦托雷 也找到了几个 异国他乡的镜中友人 通过对方的讲述 展示 体会着他国的生活环境 吸收着其他乌尸塔的知识 在所有巫师的共同优化之下 这个仪式不断地被优化 他现在被称为 萨尔瓦托雷的镜中友人仪式 这个仪式的材料成本 和仪式风险 被无数聪慧的头脑不断压低 像是静听 镜屋之类的配套公共设施 逐渐兴起 就连各地的乌尸塔 也逐渐开始 对巫师学徒们 教授这个仪式 有些乌尸塔 比如说泽地黑塔 还大胆地引进了 镜中教授制度 萨尔瓦托雷 从前面幻塔认识的一位教授 爽快地接受了 萨尔瓦托雷的邀请 为他的学生们 传授更为先进 更为正确的偶像学派法术 而那位教授的学生们 也对发明了镜中 有人遗失的萨尔瓦托雷 很感兴趣 听说他和萨尔瓦托雷 这位塔之主联系上了 便催着他们的核观 让他赶紧打开镜子 把这位令人尊敬的传活者 介绍给他们认识认识 于是他们将其中一间教室的墙壁 也换成了镜子 在有些混乱 但还算愉快地交换教学中 萨尔瓦托雷尝到了田头 各地方的乌尸塔 逐渐也开始学着 从全世界互相交换师资力量 你教我的学生们一节课 我教你的学生们一节课 毕竟各个乌尸塔的传承都有局限 对于没有导师擅长的学派 就只能看着书印教了 这种情况下 能误多少全看个人聪慧 而且就算他们的导师 掌握了这个学派的法术 他们导师的导师 也不见得教过什么正确的知识 只不过是导师能力强 自己看书自学 学会了 用这种方式掌握的知识 自己用还没问题 叫人可能就不够了 必须是足够系统 完善的传承系统 比如说各个乌尸塔的核心传承 虽然那些乌尸学徒 和毕业出师的年轻乌尸们 不能将乌尸塔的专有内容传授出去 但是塔之主们却是个例外 于是 萨尔瓦托雷就在前不久 在教国召开了一次公开课 通过一个大型的静听为中书 让所有想要来听的乌尸们 都可以来这里学习本杰明 和他改进了两代的 民用化的各种转化产物的配方 他计划在世界各国 挨个召开类似的公开课 只要这种知识 成为足够多的人掌握的基础知识 而不是被少数人把持着的秘密配方 那么价格就能逐渐压下来 普通人也能享受到 那些发明之初的愿望 就是为了利明的转化产物 也正是因为他的这一创举和善举 才惊动了年轻化的本杰明 让本杰明亲自跑过来夸赞他 正因如此 萨尔瓦托雷才得知了 发生在本杰明身上的事 安南 星知 这个时代要改变了 随着镜面技术的普及 巫师们的交流阻碍被扫清 廉价 而利明转化产物配方被公开 甚至于哈士奇发明的各种游戏 以及奥菲斯正在努力窃取配方 准备日后公开的远程传热技术 或许连萨尔瓦托雷自己都意识不到 他的发明正在逐渐让一个时代复兴 那是在统一大结界破碎之后 就永远也回不来的 所有头脑都能没有任何障碍地凑在一起交流的 繁荣昌盛 百花齐放的精灵时代 这毫无疑问 已经可以称得上是创造的工作这个级别的功绩了 萨尔瓦托雷 无愧于传火者之名 在禁制时代 无数被埋没的人才将被启用 被忽视的头脑将再度发挥作用 偏见 霉运与地狱的限制 再也无法阻止本有才能 却生不逢时的那些人 有些 炭火永在闷烧 只是因为他尚未见过太阳 当他们从炉底睁开眼来的一瞬间 也能在一瞬之间 迸射出盛大而明亮的火光 第226章 于是安南选择 闭上眼睛 在安南与萨尔瓦托雷的对话结束后不久 安南还在禁闭之前 收拾着仪式的收尾部分 没有离开的时候 他就察觉到 奥菲斯正在呼唤自己 在安南进阶到黄金 并从长夜已至的噩梦中出来 并且逐渐熟悉了自己的新能力后 安南的感知力便有了进一步的提升 现在安南已经不只是 能够洞悉在感知领域内的一切 如果有人在比较远的距离 念安南的名字 安南也能感应到对方的存在 这个比较远的距离 姑且还无法跨越大节界 但至少覆盖大半个联合王国 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只要能够感应到目标 安南就可以执行任意仪式 忽略定位的部分 直接将仪式效果降临到对方身上 无论是咒杀 败遇 魅惑 亦或是强制传颂 只要想要惩戒对方 基本上低位超凡者 对此都是完全无解的 而且到了黄金阶之后 安南已经可以赋予他人影响了 安南也终于知道影响的本质了 这个东西 其实就是神秘之物 在世界中留下的痕迹 具体来说 就是能够掌握崇高假身 或者其他相同位格的存在 只要使用了要素 真理 黄金阶以上的法术 或者高位的仪式 就会直接残留相对的影响 而如果是这里发生过战争 死了很多人 就会有森寒的味道 假如这里正在进行葬礼 就会有一种 让人心情低落的气氛 这同样也是一种影响 与其他地球上的心理作用不同 在物件 这些事物本身的存在 真的会对世界产生影响 也就是说 人们并非是因为 这里是葬礼现场 意识到同类的死去 而感到下意识悲伤 而是因为葬礼本身 分泌出了某种无形的物质 而这种物质 被人隐约地感受到了 就像是战车驶过 就会留下车折的印记 家里如果养宠物 在客人进门的时候 就能闻到味道 这其实就是影响的本质 它真的是某种影响 它以另一种方式 存在于这个世界 无法被理性的方式 直接被某种器官 直接精确地看到 听到 但它确实存在 并且能被模糊地察觉到 也会在接受到这份讯号后 落入到对应的噩梦中 而通过仪式 安南也可以将自己持有的影响 转移给他人的 这就如推迟影响 发声回响的仪式一样 这些仪式都是配套的 再加上 安南也持有着理解 智慧 美丽等要素 安南可以直接通过 这种模糊的定位 将对应的影响赋予他人 让他人变得头脑清醒 精神焕发 这勉强 也能算是一种神术了 在安南和玩家们摊牌之后 不少玩家每天上线 就先念叨一下安南的名字 领上这么一串 Buff在去乐呵呵的推剧情 美其名曰 是对安南升华后 每日沉岛的预言 而安南和奥菲斯原定的计划 是奥菲斯在打探清楚情报后 在没人跟踪的时候 找到安南这边来 但安南这边 却突然听到了奥菲斯的祈祷 具体的位置 是在丹尼索亚王宫内部 在雅翁的神像之前 他在假意向雅翁祷告 但其实却是在通过这种方式 将一些情报透露给安南 安南很快意识到了奥菲斯的处境 他作为王子 搞到了疏能高塔技术后 这是连王宫都出不来了 甚至就连行为都会被人监视 要不要这么离谱 这也是丹尼索亚不打自招 他们这个疏能高塔技术 绝对是有问题的 而听着奥菲斯的祷告 安南的表情 很快变得严肃了起来 事情和他最开始想的不太一样 最开始 安南以为 这要么是来自蠕虫的庇护 要么是他们用了咒能 但其实不是这样的 疏能高塔 真是纯粹的仪式产物 唯一的问题 在于它的骤性材料 以及这个仪式的本质 为什么疏能高塔 能够违反技术常理 直接输送热能呢 因为它输送的不是热能 而是生命 或者说 它输送的是火 这个仪式将热能 比你成了液态的火焰 而火焰的概念是生虹 纯粹的热能 又带来了生命 因此 这个疏能高塔仪式 是将整个联合王国人格化 他们将国家 视为一个概念化的生物 建立起通行全身的血管 从心脏也就是丹尼索亚 蹦动血液到四肢 也就是菲尔德群岛 而为了让这个管道 能够拥有血管的概念 答案是 它真的加入了大量的血管 它使用超过60年的管道 为主材料 以多种恒温哺乳动物 尤其是人类的 连着心脏的血管为材料 使其具有联合王国的血管 这意义是特性 是的 输能高塔这个技术的关键 不在于高塔 而在于管道 这个管道的秘密配方 就是使用人作为材料 而且心脏 必须是还在跳动着的 只有在这个情况下 附带着的血管 才能作为材料 这意味着 还必须要活取 或者通过特殊的药剂 使其心脏在死后 保持跳动的情况下 趁热歌曲 这也是德勒斯特 弗拉梅尔死亡的真正原因 不是因为丹尼索亚担心 他将技术泄露给其他国家 而是丹尼索亚王室 不希望其他人知道 丹尼索亚王国 使用了如此竞技的技术 他们不能直接绑架普通人 来制作输能高塔 因为普通人是在产生价值的 他们有家庭 有工作 有子女 也有属于自己的关系网 那么能够合理获得的材料 就只有海盗了 海盗不进行任何形式的生产 靠劫掠他人 和垄断商品为生 对他们执行死刑 反而会让普通人为此而叫好 考虑到需要海量的血管 每个海盗身上的材料 大概只能活化 大概5到7米长的管道 丹尼索亚 如果真的要建立起 通行全国的输热管道 至少要活捉十分之一的海盗 而这其实才是他们要向海盗宣战的原因 为了建造能够通行全国 甚至贩卖到全世界的输热管道 丹尼索亚王国需要大量的罪人尸体 虽然普通的恒温哺乳动物的血管也可以用 但是那样成本就太高了 而且因为巨量的市场流向 其他人轻而易举就能分析出配方 在丹尼索亚 海盗正是性价比最高的动物 它们的体型足够大 能够摘取大量的血管 而且不需要额外为此花钱 还不会被泄露配方的情报 只需要以执行死刑的名义 批量屠宰就可以了 这个仪式虽然要求大量连接者 还在跳动的心脏的血管 但因为心脏必须还在跳动 它们其实没有足够多的时间 用于精细的玻璃血管 哪怕是最熟练的外科医生 能够快速玻璃的 大概也只有靠近心脏的躯干 这部分的大血管 换言之 头颅是不需要的 也完全不会因为这个仪式而受损 所以 它们的头颅将会是完整的 被取走的部分也不多 因此 海盗们的头颅 就可以作为它们 以被执行死刑的证明 剩余的躯体 则可以火化成骨灰 安南听着听着 感觉颇为微妙 这些海盗将普通人视为肉猪 从它们身上扒皮割肉 但如今 它们却成为了真正的肉猪 罢了 安南叹了口气 思虑再三 还是决定不去阻止丹尼索亚王室 虽然在安南来看 这并不正义 但他觉得 这个时候出手制止 反而不妥 因为他如果动了手 反而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丹尼索亚王室这么做 肯定是有问题的 假如是按西西福斯的 正义之道 安南必须要阻止丹尼索亚王室 用法律 惩处它们亵渎尸体的罪过 并且强制要求它们 只能使用家畜 进行这项仪式 或者就是让丹尼索亚直接立法 将其作为丹尼索亚的特殊死刑 偷心之刑 而不是将其伪造成斩首 在暗中执行 但那样的话 仪式又可能发生泄漏 这个仪式 如果被人开发出了特殊用途 可能反而会让普通民众的生活 变得不安定 虽然奥菲斯大概不太了解这些海盗 但在安南来看 这些海盗可以说是死得其所 既然它们必死无疑 倒不如让它们在死后 为这个世界做出些许贡献 安南也不知道 这是否符合正义圣海谷的要求 但他还是决定闭上眼睛 第227章 幸存的阿芳索 虽然安南早在几个月之前 就给玩家们发布了 名为命运之轮 使动的主线任务 让他们在7月1日之前 组成轻锐小队抵达阳谷地 但这个主线任务 显然是要作废了 一个是因为玩家们 已经和安南真正熟络了起来 双方有了默契 就不必再去纠结那些形式上的东西 另外一个原因 则是因为地下都市那边出了一些变故 安南之前就吩咐过了 让玩家们暂时不要轻举妄动 而真正重要的问题 是因为安南 在那个长夜已知的噩梦里 被关了一个多月 安南直接从6月底 被关到了8月初 硬是直接拖过了整个7月 而圣阿芳所做手术 摘除圣骸骨的时间 就是7月1日到7月7日的7天 因为7月1日是好运小姐的圣日 即大幸运日 而7月7日又是双七日 即小幸运日 从1号到7号刚好是7天 也同样满足好运小姐的圣数 这是每年只能执行一次的大型仪式 只要仪式刚好从1号到7号覆盖7天 就可以得到来自好运小姐的强效祝福 成功概率大幅上升 玩家们将其尊敬地称为圣抽卡日 他们也确实感觉这7天里面 运气是真的明显好了 不少 因为之前安南就给玩家们开放了权限 主要是为了方便玩家们 使用搜索引擎或者回复消息 他们在迷雾大陆里 是可以使用自己的手机的 于是有的玩家会在误解里脑内抽卡 而7月1日这7天内 就仿佛是暴率翻倍了一样 几乎没有一个十连是不出货的 偶尔还能看到三黄蛋 基本上来说出货率大概翻了7倍 辉教授就是在这种运气的加持下 为无畏圣者圣阿芳所执行的圣骸骨移除手术 但十连和单抽毕竟还是不一样的 尤其是这种赌命单抽 只要一世失败 被移植者不一定有事 但阿芳所他是必死无疑的 可如果不执行这个仪式 阿芳所也已经逐渐无法承担圣骸骨的力量了 他最后也一样会死 因为经过辉教授的实验 白银街的超凡者 果然还是无法承受圣骸骨的力量 阿芳所坚持了十多年 他的身体已经因此而变得破破烂烂的了 不只是因为圣骸骨的力量 破坏了他的身体 辉教授的合计更是让他变得虚弱 安南之前在火车上见过一次阿芳所 阿芳所是奈菲尔塔利的哥哥 今年都已经快三十岁了 可他的声音却像是没有变声一样 清澈 身高甚至已经比不上如今的安南了 这正是他长期注射勇气合计 对身体的破坏 那是用圣骸骨萃取夜中提炼出的某种合计 辉教授在修复圣骸骨的时候 没有将所有的骨片都粘合回去 而是选择了让一部分的骨头再度生长 多余的那部分碎骨 就被灰教授取走 制成了培养机 这是世间最为纯粹的勇气的实体化 从中提炼得到的合计 能够直接将无畏精神注入脑中 为了欺骗圣骸骨 阿芳所需要定期在脑中注入这种合计 那不是掉个水 或者在身上扎一针的程度 根据奈菲尔塔利的说法 那是一个连着很多管道的头盔 这头盔的内部 是闪烁寒光的 而阿芳所就要把这个头盔戴在头上 在灰教授的精确操控下 让这些针头缓慢地旋转着剥开头发 钻入头皮 也就是灰教授手艺精湛 能够全凭手感将针头刺入到合适的深度 但即使如此 在接受注射的时候 阿芳所也会感受到强烈的痛苦 这个合计干扰了他本身的发育 让阿芳所的发育停止在了14岁那年 而这个合计本身 也对阿芳所的内脏和大脑 有强烈的刺激和负担 如果是普通人的话 大概活不过三年 正是在灰教授源源不断的后勤保障下 他才得以坚持下来 阿芳所自己其实也很清楚 他虽然被人尊称为圣阿芳所 但他其实也知道这个名头中 嘲讽更胜于尊敬 就如同他自己跟安南所说的一般 他当时说 虽然我有圣骸骨 但我只是一个 窃取了圣者力量的小偷而已 我存在的意义 就是证明圣者的力量 是可以被窃取的 我仅仅只是一个商品展示架 一个模特而已 如此悲哀 却又如此清醒 清醒到了甚至有些可怜的程度 这样的一个人 哪怕和奈菲尔塔利 没有什么关系 安南也不希望他出什么事 在打定主意 不管丹尼索亚后 安南就直接联系上了奈菲尔塔利 不管阿芳所那个仪式处理的如何 现在安南都得去地下都市了 毕竟他不走 丹尼索亚这边就迟迟没法开战 所谓迟则生变 丹尼索亚这边 海盗们还在不断聚集 谁也不知道 继续拖下去会发生什么 所以安南打算 明天就离开联合王国 在那之前 安南得先问问 看奈菲尔塔利 他哥哥那边的情况到底如何 幸好奈菲尔塔利 也是一位仪式大师 他也正好赶上了 萨尔瓦托雷引发的这波潮流 在自己的住所里 换上了禁闭 不需要有玩家在附近开直播 来当传话筒 安南也可以直接联系上奈菲尔塔利 奈菲尔塔利 看到镜子上出现了安南的画面 显然也很惊讶 但他很快就意识到 安南的来意 不等安南开口 他现在正在家中休养 他这么说着 举起了一小面镜子作为反射 让安南透过这面镜子 看到躺在隔壁的阿芳索 只见阿芳索紧闭着双眼躺在床上 像是14岁瘦弱少年的躯体 哭瘦的会让人联想到窟窿 如今正是言下的8月 阿芳索正穿着短裤 从他微微蜷缩着抬起的大腿上 能清晰地看到突出骨头的痕迹 他穿着短袖 异常纤细 而白皙的胳膊 也给人以这种感觉 那凸显出的白骨 给人一种死气逼近的感觉 他的确是活了下来 但仪式也显然 不能算是完全的成功 看这副样子 似乎阿芳索 已经把他能掏空的都掏空了 能压榨的都压榨到了极限 才终于从更换骨骼的大仪式中存活下来 即使这个世界 有着先进的医疗仪式和神术 但过了一个月 他也依然是这副奄奄一息的感觉 但安南心中却出现了新的疑问 最开始 灰教授是打算将无畏之谷 卖给弗拉基米尔的 备选则有石中船长 玛利亚 安南等等 但最后 除了弗拉基米尔和安南之外 其他人都拒绝了灰教授的邀请 那么 阿芳索的圣海骨 到底被灰教授给了谁 第228章 阿芳索的继承者 阿芳索身上的圣海骨 无法像是正义之星一样 被储存并封印起来 一直被圣海骨萃取液 蕴养着的无畏之谷 拥有相当程度的活跃性 一旦他突然被人强行挖出 必然会有那么一瞬间 感到猛逼 我在这明明呆得好好的 原本的宿主 简直是无畏这一名词的化身 你凭什么把我挖出来 挖出来不提 你要是给我再找个下架 就不提啥了 你专门把我挖出来 就是为了把我给封印起来 那圣海骨 可就要立刻抱走了 失去了大脑的圣海骨 只会 无脑将之前储存起来的力量 全部宣泄出去 一直到全部宣泄完毕 才会终止 然后就要 被灌装到龙面药酒里面了 灰教授那边 肯定不会有什么问题 没有宿主 吸取不到情感的圣海骨 不可能威胁到 黄金街的超凡者 甚至白银街的超凡者 都不一定会死 但是其他人肯定就要遭殃了 几乎全身骨头 都被剖出来的阿芳索 别说逃走了 如果没有人立刻治疗他 哪怕有一事掉着他的命 恐怕过不了多久 也会直接隔屁 除此之外 如果移植失败的话 那么他还是要死 这就要稍微好一点 因为被移植者 也得给他陪葬 两个人一块隔屁 起码有个半 黄泉路上不孤单 而如果阿芳索 不在七月完成移植 他最后还是要死 因为这种单纯考验运气的操作 只有七月初有加成 一旦错过这个时机 就要再等一年 而阿芳索的身体状态 已经不可能再撑一年了 既然阿芳索活了下来 那就说明 灰教授不光是 有着移植对象 而且最终还移植成功了 也就只有这样 阿芳索才能得以幸存 只要接受圣海骨移植的 不是逆动者 具体是谁 安南根本无所谓 而且安南也对无畏之骨 没有什么兴趣 要知道 无畏之骨是附数的圣海骨 具体来说 是从脊椎到肋骨到锁骨 从肩胛骨到齿骨和饶骨的这些部分 大致来说 就是从趴下的人的上半身 能PO出的骨头 拼在一起 大概能凑个永恒梦魇 或者鬼思通 这意味着 一旦无畏之骨的宿主 产生了畏惧之心 那么这些骨头 全都要飞出去 那可太尼玛吓人了 而安南目前最大的敌人 就是蠕虫 老实说 安南对自己 会不会对蠕虫感到畏惧 心里根本没谱 蠕虫 毕竟是文明之敌 那种规模的敌人 让安南以个体的层面 去对抗它 让安南保证自己完全不会怕 那是不可能的 而安南也根本不可能 注射灰教授发明的圣海骨 体取液 安南原本就信不过灰教授 更不用说在 毫不抵抗的情况下 让他拿着锋利的针管 扎自己头皮 还在自己体内 胡乱注射一些 根本不清楚具体配方 是什么古怪液体 不必让自己来继承 无畏之骨 这只会让安南感到庆幸 但他还是有些好奇 就目前这个情况来看 逆东者和石中船长 都被安南折磨了 布拉之盾 又被灰教授 自己折磨了 殿下都市还能 剩几个黄金 难不成 最后是灰教授自己上了 安南可不觉得他那个状态 能被无畏之骨认可 随后 安南从奈菲尔塔利口中 听到了一个 他从未想过的名字 尼乌塞尔 那位被领东公国 派遣到地下都市 至今尚未被启用的间谍 同时也是包执墨房的监督者 一位青年绝者 与此同时 他还是奈菲尔塔利的男友 或者也可以说是未婚夫 他们除了没有在形式上结婚 没有领取结婚证明 已经和真正的夫妻 没有任何区别 而且安南也知道 为什么他们没有结婚 因为 尼乌塞尔还顾及着自己 作为间谍的身份 虽然地下都市 没有通行各个城邦的律法 通常来说 也对各个城邦的间谍视而不见 甚至地上还存在着光明正大 买通当地的觉者和智者 间接操控某个地下都市的国家 但尼乌塞尔仍然担心 假如他被发现是间谍的话 那么奈菲尔塔利 可能也会被他牵连着遭殃 但尼乌塞尔可不是超凡者呀 安南忍不住说道 他不是普通人吗 我记得尼乌塞尔连超凡者都不是吧 让普通人来继承圣海谷就离谱 确实如此 奈菲尔塔利叹了口气 我和他都不是超凡者 我当年只学了仪式 没有学法说 所以我们还聊过 如果有机会的话 比如说 包执墨房有了新的智者和觉者 我们也可以去其他国家旅游 但就在两个月前 阿芳索来到我家里 和我道别 道别 是的 奈菲尔塔利点了点头 老是他不可能让领东大功 继承圣海谷的 哪怕是被移植者 也有至少15%的死亡率 他如果这么做了的话 估计东之手很快就要来了 而逆东者已经死了 石中船长也神秘消失了 宝传白银的故事 很久没有连载了 就像是石中船长 不知道在哪里死掉了一样 如果实在找不到人的话 那么阿芳索就只能牺牲自己 用生命来封印圣海谷了 他会用自己最后的生命 冲到灰雾之外 在距离文明世界很远的地方死去 估计我连他的尸骸都不会再看到 所以他专门来最后看了我一眼 给我留下了一些东西 有的是他的遗产 有的是给我留个念想的 然后这事就被尼乌塞尔知道了 他沉默了一回之后 向我询问 他能否继承圣海谷 理论上来说 普通人的确有可能继承圣海谷 因为如果圣海谷没有被封印 以完全失控的状态 存在于大结界之内的话 他完全可能被某个情绪 突然变得非常强的烦人诱惑 实际上 普通人得到圣海谷后 他们的生命本质 就会被直接着生至黄金街 在他们死后 也会在原地形成麻烦的扭曲及噩梦 真正的问题在于 这些普通人并没有经历过白银街 他们是完全的凡人 只有拥有白银之魂的超凡者 才能稳固心神 这时他们再进阶 就会获得圣海谷中原本储存的职业 而如果到了黄金街 意志坚定不移 如同黄金般永恒 他们一旦掌握了圣海谷 只要不想死 甚至可以活很久很久 可 普通人最多一个月 就会逐渐冷却下来 普通人本就没有什么立场 也并不极端 他们既不混乱 也不手续 既不邪恶 也不善良 只是浑浑噩噩 庸庸碌碌 随波逐流的大多数而已 但根据圣海谷的机制 一旦圣人否定了自己 获得圣海谷时的誓言 圣海谷就会抛弃他们 就算尼乌塞尔真的继承了圣者 一旦他后悔了 他就会死 而能够欺骗圣海谷的圣海谷 提取物 就连阿方索都承受不住 我就跟他直说 你是无法使用圣海谷提取物的 所以你当不了圣者 我当时的意思 其实是说 既然阿方索哥哥难以拯救 至少你不要也离我而去 但他沉默了一会后 就离开了 我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可连续好几天他都没有回来 我有点慌了 因为包之墨房 已经被老师的仪式圈了起来 他根本无法离开 在那之后的第四天 他和老师一起回来了 他们带回来了一个 我也不知道 究竟是好是坏的消息 阿方索有机会得救了 虽然只是有机会 因为尼乌塞尔通过了圣海谷的检测 他的确可以成为无畏圣者 无需注射萃取液 说到这里 奈菲尔塔利的表情 异常复杂 第229章是我 尼乌塞尔的身上 存在着无畏之谷的象形 安南文言 心情也变得和奈菲尔塔利同样复杂 明明这家伙看起来 就像只无忧无虑的大金毛一样 看上去非常阳光的样子 很容易就能让人相信他的话 即使是第一次见面的人 也会对他放下戒心 在很快的时间内 和他成为朋友 这并非是来自于尼乌塞尔的演技 或者某种社交技巧 而是因为尼乌塞尔的真心 他的确能称得上是一个好人 但在这个世界上 好人未必就会有很多朋友 真正的原因是 尼乌塞尔是一个和他相处会很舒服的人 尼乌塞尔跟我说 在他还没有离开家乡的时候 他的父亲就这样教育他 他说 男子汉不能斤斤计较 不能邪恩图报 不能知恩不报 但做到这种程度 你依然不能称得上 是一个货真价实的 能被人依赖的男子汉 因为你要能够抗室 要能够解决问题 要时刻心怀在关键时刻 为他人献出自身的勇气 也要有尽量 不要让事态发展到最糟的智慧 这样的话 你就能够被人信赖 你就可以领导他人 团结他人 保护他人 可这样的人是孤高的 是没有朋友的 如果你不希望自己 被人敬而远之 孤身一人 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没有人来帮助你的话 还要再记住一句话 那就是 不要用对自己的道德标准 去要求他人 做到这种程度的话 你身边就肯定有朋友了 他的父亲这样说 但如果你不希望被朋友背叛 或者被朋友拖累 那么你 还要做出最后一件事 那就由你来选择朋友 你要用自己看人的眼光 来筛选自己的友人 而不要让他人来选择你 奈菲尔塔利如此说道 他对尼乌塞尔所说的话 记得清清楚楚 连回忆的过程都没有 便飞快说出 他轻声说道 我认为 这句话其中隐藏着 这种自信是坏的 是傲慢的 他给我一种 如同太阳般的味道 我其实在那个时候 就意识到了 他为何能被圣骸骨所认可 安南在镜子这头 缓缓点了点头 他也理解了 是我小看了尼乌塞尔 安南诚实地说道 如果再见面 我要对他道歉 和安南所想的不同 那个让人联想到 金毛大狗的尼乌塞尔 不只是正直与聪明的那种程度 他是真正在心中燃烧着火 在眼中闪耀着光的人 他父亲的正确教育 是一方面 尼乌塞尔个人的能力 性格与天赋 这样一个人的品性 可称君子 尼乌塞尔 只是当的间谍 着实可惜了 以他的能力 甚至可以治君 治国 虽然可能在智慧层面上 确实所有缺失 但这也没办法 毕竟智慧并非全是天生 也是需要开发的 像安南这种生而知之者 毕竟是少数 尼乌塞尔从小没有受过 高质量的教育 因为他的出身 眼界更是受限 没有被开发过的头脑 所具有的知性 也是有上限的 而如今 就是尼乌塞尔意识到 需要自己的时刻终于到了 于是他就选择站了出来吧 安南说道 奈菲尔塔利沉默地点了点头 他看上去 比几个月前更憔悴了一些 这并非是病年 只是没有睡好 再加上缺乏性质 导致看上去 没有那么活力十足 一方面是为了照顾 这像是重病号一样 躺在床上 难以移动的阿芳索 虽然阿芳索是他的哥哥 但看上去 就像是他的弟弟一样 如今阿芳索 估计要一直到9月1号 等到池碑女的圣日 才能举行大型仪式 来弥补阿芳索 和一直在照顾病号的 奈菲尔塔利身体的亏空 而另一方面 自然就是对尼乌塞尔 感到忧虑了 尼乌塞尔 既然成为了新的圣者 他当然就不可能 只是窝在包纸墨房 这个小地方当觉者了 他肯定要在 灰教授的介绍下 和大人物们见见面 不是为了让他承诺 或者是做什么事 就是单纯认识一下 不是要让尼乌塞尔 认识那些人 而是要让那些大人物们 认识一下尼乌塞尔 以免出了什么事 导致得罪了这位圣者 凡人圣者是最为危险的 不是超凡者 却能够成为圣者 首先就说明了 他们的性格非常极端 这本身就是相当危险的讯号 而另一方面 当他们成为圣者的时候 一般来说 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了 圣骸骨本身 除了单纯的力量之外 也会记载一些隐秘 因为在这个世界 知识同样也是一种力量 而他既然能作为知识的载体 他们首先了解到的 就是圣骸骨挑选圣者的继承机制 也就是 圣者无法违背自己发下的誓约 这一条 又不是拥有永恒心智的 黄金阶超凡者 凡人不可能永不变心 当他们变心的瞬间 就是他们的死期 既然 他们肯定是活不久了 那么这些 原本就无比极端的圣者 又为何要给你们面子 这是圣者地位高的原因 也是窃贼圣者阿芳索地位低的原因 虽然圣者都是好人 但他们却是招惹不得的好人 别的好人讲道理 他们没有那个闲心 也没有那个寿命去讲道理 而且 对于一些圣骸骨来说 他们也不被允许 平心静气地去讲道理 就比如说 无畏之骨 这个圣骸骨要求的就是别耸 如果真的顾忌到对方的地位 或者力量 而在发生冲突时选择退避 他们可能就会立刻死去 因此 整个地下都市的智者和觉者 都必须对无畏圣者礼让三分 哪怕是尼乌塞尔 要他们见到自己的时候跪下 他们也不敢反抗 不然争起了冲突 他必然直接掀手 就把人给秒了 非常恐怖 那么 尼乌塞尔的誓约是什么 安南询问道 他不能退避的条件 是什么 或者说 他在什么面前 绝不退避 奈菲尔塔利轻声说道 是我 第230章 因爱而无畏 奈菲尔塔利说完 顿了顿 才继续说道 尼乌塞尔的盛起内容是 他可以为我 而粉身碎骨 他愿意为了守护所爱之人 清晰无比地看到 他脸上的光辉 那是为自己的爱人 而自豪的光辉 为自己能够喜欢上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 能够喜欢自己 而感到骄傲 说到这里 奈菲尔塔利闭上眼睛 轻声道 而无畏之骨 竟然也将其承认为 是一种勇气 那当然是勇气 安南答道 那是坦然面对生活中的 诸多苦难 面对命运的诸多刁难 也绝不退避 绝不认输的勇气 有些时候 死亡 反而是一种激情的解脱 能够面对不幸的生活 更需要勇气 安南说到一半 便突然停了下来 他已经明白 为什么尼乌塞尔 能够被圣海谷所认可了 但安南没有将 后半截的话 立刻说出来 因为直接说起来 可能会让奈菲尔塔利 难以理解 实际上 这是与赦罪师 相似的情况 是道果为因的仪式 正是因为尼乌塞尔 对奈菲尔塔利 发自内心的暗意 也同时因为 他父亲对他的教导 让尼乌塞尔 无法放任阿芳索 就这样在自己眼前死去 他无法说服自己 在这里选择逃避 而与此同时 当他继承了圣海谷后 尼乌塞尔 就有着随时可能 失去生命的风险 他并非是渴求安全 厌倦危险与麻烦之人 如果能够保护他人 就算自己死去 也是可以接受的 但假如尼乌塞尔死掉的话 奈菲尔塔利 肯定会很伤心 他发誓 保护奈菲尔塔利的事件 其中当然也包括 绝不让他伤心 因此 尼乌塞尔随时可能 死去的不幸之命运 本身就又成为了 尼乌塞尔 必须对抗的敌人 他必须努力活下去 要让奈菲尔塔利 展露笑颜 为了这份守护的意志 他连自己的死都不怕 他连自己随时 可能死去的命运 都不怕 并且有决心 有决意 将其克服 这毫无疑问 是一种悖论 尼乌塞尔 正是从这种悖论之中 得到了力量 安南整理了好一会 思绪 才将他想到的答案 告诉奈菲尔塔利 也就是说 正是因为尼乌塞尔 会将守护 奈菲尔塔利的一切 作为圣器的目标 而他本身 又将成为你的至宝 所以他又不能 割舍自己的生命 他必须正视自己 随时可能死去的未来 并决心将其战胜 正是这种 面对必死的命运 也从未有一刻 放弃的勇气 才让他被 无畏之谷所认可 在尼乌塞尔 得到圣海骨之前 圣海骨就算到了 他在得到圣海骨之后 会发什么样的誓言吗 奈菲尔塔利难难道 安南摇了摇头 应该不是故意去算 得到圣海骨后 会发怎样的誓言 我觉得这本身 应该就是圣海骨的 考量内容之一 安南说到这里 突然失神了一瞬 说到这里 他不禁开始思考 等自己得到希望之手 或者正义之心的时候 他又会立下 怎样的生气呢 总之 安南回过神来补充道 不用太担心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尼乌塞尔 甚至有可能成为 历代无畏之谷的持有者中 最为长寿的 相比较基于反抗 基于自信 基于强大的无畏 尼乌塞尔那 基于爱的无畏之心 或许反而会更加坚韧 就像是发誓 要比自己老伴 活得更久的老头子一样 不是为了多活那么几天 而是不希望自己的老伴 因为自己的死而悲伤 孤独 两人之间越是相爱 先死的那一方 反而越是幸运 如果你希望他能够 好好活下去 你首先要自己过得幸福 安南与众心长地说道 让阿方索能够活下来的人 正是尼乌塞尔 但能够让尼乌塞尔 活下去的人 正是你啊 奈菲尔塔利 只要他们之间的爱 没有断绝 只要奈菲尔塔利还活着 尼乌塞尔就不会死去 那只一脸傻气的 笨蛋金毛 将会像是英雄一样 在奈菲尔塔利 需要他的时候 第一时间到来 不过以防万一 我明天就会前往 包执墨房 给你们两个绑定 能够保护你们 避免死亡的仪式 当然 主要是给你 你只要过得好好的 尼乌塞尔 就没那么容易 被圣海谷排斥 安南补充道 当然 尼乌塞尔 可能不在包执墨房 我到时候会去找他 我再确认一下 现在 包执墨房 能够进入了吧 可以了 在老师 将圣海谷 移植完毕后 再回到仰谷地之前 就撤掉了的 包执墨房的防护结界 奈菲尔塔利 立刻达到 他对此显然 有些迷茫 不过 我也不知道 这是为什么 安南闻言 微微皱眉 难道灰教授 这是用来阻挡我的 他已经看到了这份未来 感觉也不太像 但无论为何 他还是得下去一趟 安南之前说的 不是自己的咒服 珠光之光 而是天车之书 也就是系统所赋予的 玩家资格 玩家资格 的确不可能让人 永远获得圣海谷的力量 而不失去 但至少可以让人 失去圣海谷后 不治身死 能够再度复活 尼乌塞尔 应该并不贪图 保护圣海谷的力量 而根据安南的预测 他可以持有 非常久的无畏之谷 但持有圣海谷 也不代表绝对无敌 当年的无畏之谷 也曾经被某位神明击碎 如果尼乌塞尔死去 奈菲尔塔利 肯定也会伤心 所以给这位圣者 绑的资格 还是有必要的 当然 比起保护 可能失去圣海谷的 尼乌塞尔 安南 更重要的目的是 保护仅仅只是凡人的 奈菲尔塔利 安南之前空余的玩家格子 就是要留到这种时候用的 对安南来说 从属于他的玩家们越多 安南的力量 也就越强上 而集齐了真理之书后 安南随时都可以直接 将玩家拉满的 他之所以没有第一时间 拉满玩家 就是为了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 能够用自己的力量 保护他们一下 安南现在没有成神 他还没有深入光剑 成为诸多繁星中的一颗 他无法帮助全世界 所有需要帮助的人 那么至少要拯救 能被安南遇到的人 如果安南明明有着 拯救对方的能力 对方也有 被安南拯救的价值 同时 安南也的确有着 伸出元首的意愿 却因为他自己的短视 而让这一拯救 无法变为现实的话 那未免也太蠢了 由玩家身份 所赋予的不死之身 由珠光之光 所赋予的复活能力 能够让一切悲剧 跨越这个世界上 最为遥远的距离 生与死的距离 真好啊 安南感叹道 这或许 也是一种因爱 而上升的例子 尽管这个充斥着 诅咒的世界 混沌而疯狂 但至少爱 却能如篝火般明亮 或者说 正是因为灰雾笼罩 整个世界 火焰才会更显明亮